月季绣球铁线连 花园里面的三宝 今天来到的是一个铁线连 给大家做了一个开箱 这个是老王家的 给大家打开看一看 描情怎么样 这个价格是多少 这个是37.5的一个铁线连 品种是倒影 这个价格不便宜 可能是品种的原因 因为部分的品种有一定的稀缺性 描情就没什么好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铁线连 它就是这个样子了 它就是这个样子 没什么好说的 摸了摸粗细的一个程度 性价比可能是稍微有点低 但是这个品种它不一样 因为很多的东西 它是根据品种来的 品种越稀缺它会越贵一些 按照37.5的一个价格 它并不算贵 好 那么接着打开 打开以后看一下 你看 我跟华尔美说过 我说你们在用土的时候 你尽量的选择这种泥碳土 你可以看 稍微上点档次的这种园一大棚 它都在用这种土 收到手第一货 收到手第一步 大家不论是买到任何花 第一步就检查盆土 你要检查盆土的时候 怎么检查呢 这样往外扒一把 往外扒一把 往外扒一把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为止 不论是任何时候讲任何花 你可以看到吗 你看我挖完以后 这是原本的一个土 对不对 它就是种的太深了 你如果说咱们上面 把这种土糊上去 这会导致一个闷根 就是不论是大家买到 谁们家的话 我们家的有可能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一定要 给它适当的往外扒拉扒拉 你想它之所以盖这个土呢 可能是为了 就是它们是过冬 你知道吗 为了过冬的时候 敷了这么一层土 到了咱们家里面呢 如果说正常的一个温度 大家就要做这个事了 就是适当的给它扒拉扒拉 扒拉扒拉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这就是它原来表面的一个根系了 对吧 嗯 你看我还得去出来很多土 再来把这个杂草处理处理 别让它在这浪费营养了 外丢 你看这个 你看人家这个杂草的根 长得是真壮 你养花养不好 这个草 这个叫什么呢 有心插花 花不活是吧 无心插柳 柳成因是那个是吧 你看这个杂草太旺了 我先把 我先除一下草 简单的除一下草 大家这么扒的时候 千万小心点 不要把这种笋根给碰断了 好吧 未来这一根长得会比这一根长得更旺 好 大家可以看 我取出来那么大一堆土 好吧 如果说你们那边比较冷的话呢 可以先别着急入手 有的话说 什么时候入手 大概都是植树节后面 就你们那桃花开的时候 入手是更好的 这样就可以恢复一个正常的生长 像咱们 咱们收到这种 原盆原土的铁线连 之后呢 咱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静带开花就行了 给足光照 别的没啥 如果说你看这个盆比较小的话呢 你可以换一个盆 什么时候换盆 什么时候不换盆 其实这个东西很好区别 大家就可以看它的根系 像这种长满了 大家就可以换盆的 没长满就可以不换 哎 我在 我在想 它这个是不是刚换盆没多久啊 是吧 好了 既然如此呢 咱们就把它原来的土再用起来 它原来的土没什么毛病啊 再重新捣一下 种回去 不给它研究了 好了 再种回去 再加一些土进去 给如光照 别的没啥了 现在就别着急施肥了 现在是它复苏的一个季节 让它自己去静待开花就行了 很多话 我问铁线连怎么养啊 为什么老得利窟病啊 其实铁线连的一个利窟病呢 一般都是由于一些个病害 由于它这个根系啊 包括它的一个生长 大家可以看 它呢 总是这个杆子很细 很细很细很细的 对吧 你像营养 它开花开这么大 有时候呢 它营养就输送不过去 你就比方说人一样 毛血管堵塞了 或者说得一些病了 它多半就开始嘎巴人一下 就嗝屁了 就被泥去了 所以说呢 像这种过过一次冬的这个呢 都没什么问题 好吧 基本上它不会立马得利窟病 一般呢 都是利窟病 就是出现在这种小苗子上面 比较多 所以说好多话有呢 你们在买花的时候 现在这个季节买花 并不是一个坏事 因为都是从冬天过来的 你像现在这种状态就这样 有的话说 嫌这个状态不好 这那那那的 这个不存在 要我说哈 这个就不要了 你知道吗 它有一个水汁 你要这玩意干啥呀 不要 不要 嘿嘿 好了 接下来呢 给住光子 一边关于这个铁线帘的这个 给大家叨叨了一下 然后呢 给这个 评个分哈 确实你老王做的也很不错 包括花盆呢 也有开始有自己的一个logo 包括自己的一个货品 跟打包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综合得分呢 大概90分以上 关于铁线帘的一个养护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这个视频 随着我咱们之后呢 慢慢的去给大家往后的时候 再叨叨一些其他的 现在呢 就是要做的 就是等它复苏 好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专一 白了